哈囉大好我是蓋伊 今天請到一位專攻營養學的健身教練 蔡鋒軒鑰師 哈囉大家好我是蔡鑰師 一起來跟大家聊聊 美日的總熱量攝取對於增肌以及減脂有多麼重要的關係 首先讓我們簡單認識一下 Total Daily Energy Expenditure 就是我們簡稱的TBEE 美日的總消耗熱量 美日的總消耗熱量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基礎代謝消耗熱量 攝食生熱效應 以及活動消耗熱量 我這邊請鑰師簡單帶大家認識一下 這三者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好我這邊先說明基礎代謝率 基礎代謝率佔了人體總熱量消耗的大部分 指的是在自然環境中 人的身體維持生命所需消耗的最低能量 而這些能量主要用於保持各器官的機能 基礎代謝率會隨著年齡、體重、肌肉含量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疾病、環境溫度等等 也都會改變人體的能量消耗 從而影響基礎代謝率 我們知道肌肉每分每秒都在消耗著熱量 所以理論上肌肉含量越高的人 他的基礎代謝率也會越高 像是蓋伊你一天吃幾餐 大概6到7餐 這就是為什麼他的食量這麼大 但看起來卻不像一個肥胖者 因為他的基礎代謝率就比一般人高 所以必須不斷攝取養分來維持他的肌肉量 所謂攝食生熱效應指的是 在吃進食物之後 會因消化、吸收、營養素運送 以及營養素間的轉換而增加熱量需求 和熱量需求的多寡 會因攝取的營養素種類而不同 像是消化蛋白質所需要的熱量 會大於脂質和糖類 就一個成年人來說 大約23歲上下的年紀 這時候是基礎代謝率最高的時候 但是過了某一個歲數 基礎代謝率就會開始慢慢的下降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所謂的 中年發福的現象發生 基礎代謝率可以說是增肌減脂計畫的基礎 他決定了大部分的熱量消耗 因此基礎代謝率低的人 在減重的時候就會比較吃虧 那再請教要是 一般人要如何算出自身的基礎代謝率 我們可以利用性別、身高、體重和年齡做估算 就可以算出自身的基礎代謝率 以下是計算公式 或者可以點選影片下方連結 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這套公式算出來的數值 它只是一個參考值 它不是絕對 所以你必須不斷的調整 從而找出最符合自己的基礎代謝率 接著我們來說明第三部分 活動熱量消耗 好 在我們開始說明第三部分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簡易的表格 從這張表格找出最符合自身的活動量 找到之後再用你前面算出來的基礎代謝率 去乘上相對應的數值 就可以估算出TDEE 原則上每天攝取熱量超過TDEE就會增重 低於就會減重 但實際上還是會有其他因素影響這個平衡 不過這些資訊可以給我們一個參考 讓我們開始嘗試 慢慢了解我們實際所消耗的熱量 建議剛開始執行你實際化時 不論增肌或減脂 先以300到500大卡這個區間去做加減 以我本身為例子 我的TDEE是2400 如果想要增肌的話 每天必須攝取2700大卡 反之減脂則為2100大卡 常見很多人求好心切 一開始就想說要大刀破斧 瘋狂減脂 結果反而減到肌肉 而且吃人少的情況很難維持 一個好的飲食計畫 必須要可以長期維持 不然減得快 富胖也快 對 沒錯 接下來我們討論的是一般類型的飲食 像是低碳飲食 聖湯飲食 我們這邊暫時不討論 根據前面推算出來的TDEE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蛋白質 脂肪 碳水化合物的功課數計算出來 根據NSCA的建議 進行類似馬拉松的 有氧耐力型訓練運動員 一天需要攝取每公斤1-1.6克蛋白質 力量訓練的運動員 則需要每公斤1.4-1.7克蛋白質 如果是在進行減脂期間 則需要每公斤1.8-2.7克蛋白質 來避免肌肉的流失 這邊以我自己為例 我體重70公斤 從事力量訓練運動 然後我的需求是維持體重 因此我必須攝取每公斤1.4-1.7克蛋白質 這邊抓1.5方便計算 70乘以1.5等於105 所以是105克蛋白質 就是我每天需要攝取的量 接下來要計算的是脂肪 脂肪對於人體其實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不要看到脂肪就開槍 什麼東西都去挑低脂的來吃 一天的總熱量攝取才是最重要 每天脂肪最早必須攝取總熱量的15% 最多不要超過35% 這樣看來脂肪的攝取量反而是相對彈性的 對沒錯 這邊一樣以我為例 我的TDEE是2400 假設我打算20%的熱量分給脂肪 2400乘以0.2等於480卡 1克脂肪提供9大卡 因此480卡除以9等於53.33克脂肪 接下來就是最後的碳水化合物了 根據前面所算出的105克蛋白質 1克蛋白質可以提供4大卡 所以蛋白質的部分是420大卡 加上剛剛算出的脂肪 480大卡 420加480等於900大卡 再用TDEE2400-900 剩下的就都是大家最愛的碳水化合物了 2400-900等於1500 每公克的碳水也是提供4大卡 所以碳水化合物的量是 1500除以4等於375克碳水化合物 經過上面的計算可以總結 蛋白質105克 脂肪53.33克 碳水375克 這是我為時期中所需要攝取的熱量跟飲食計畫 最後這邊跟大家分享我一天當中的其中一餐 100公克的花椰菜 100公克的水煮雞胸肉 50公克的馬鈴薯 50公克的地瓜 50公克的紅蘿蔔 兩顆水煮蛋 以及 香蕉一根 而我的TDE則是大約2800卡左右 蛋白質則是140公克左右 如果以6餐來算的話 我這一餐下去直接乘以6 我一天攝取的熱量也才2000大卡左右 然後蛋白質則是會超過標準達到186克左右 所以我必須不斷的去調整我每一餐攝取的養分 提高總熱量的攝取 降低過量的肉類 前面提到1公克的脂肪大約9大卡 所以會靠著一些高質的食物 例如把雞胸肉換成脂肪含量較高的鮭魚 或是不時的來一杯酪梨牛奶 來補助我一天熱量攝取的不足 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用公司算出來的TDEE它不是絕對 已經多少都會有誤差 你可以先嘗試兩到三週 好好的記錄一下自己身體的變化 再來慢慢的調整 找出最符合自己身體的TDEE數值 有興趣的朋友 影片下方有TDEE的試算連結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想看更多的話就歡迎訂閱囉 如果想認識藥師的話 我們直接在臉書搜尋 藥師教健身 我是劍仁概義我們下次見 掰掰